这五花肉看着不错呀 刚出锅的 油汪汪的 它是能听到油崩的声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刘 7号刚开业的小店 挑战一个 对 都写上了是吧 我就喜欢挑战 听说你们过两天还有那个羊排是吗 是的 是的 羊排也可以挑战 他们正在给我这块上点这块酱 我会充满呀 起锅了 章着 你摘一下 兄弟 你把它摘一下 试试 大哥等到底了 嗯 到这儿来吃完 这样拉过来 哇 这里面的汁真不错 应该来点蒜 下次我给你配上 有蒜比较下油 再碗米饭也行 确实味有点咸 配米饭正好 大哥感觉味道咋样 口感挺嫩的 然后汁比较多 肉皮比较酥 肉皮比较酥是吧 嗯 我话才能的很不错 但是你这个酱下的手抹点有点甜咸 它是个甜辣酱 有点这个太腻了 大哥实力拍啊 怎么还呀 太厉害了 可以配点大米饭或者来点蒜 我不炸你的酱挺好 你这一口也好 太满足了 嗯 嗯 我们这个可以挑战第二遍吗 可以 是不是有点过分 算了算了 要点脸 快吃 不早是呢 厉害厉害厉害 恭喜大哥挑战成功啊 用十两分 嗯 笑死我了 慢慢吃也挺好 你刚才可以卡在两分一里的 你就非得慢用了一下 压力不大 这个慢慢吃 其实味不错 挺好的 花了三十块钱团的 大家感觉一下怎么样 是吧 没吃饱 然后呢又团了一根 吃肉 必吃蒜 很甜面很不错呀 唯一缺憾的就是 没有米饭 俄罗斯那边吃的都喜欢配这个 生洋葱有点甜味 还有也很好吃 吃肉很香 我再搞点别的吃的就 冷面不错 这个爱的我的啊 感谢啊 感觉这个挺有意思 想要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给我名字跟店名啊 我去啊 就是店员地址啊 走了走了 拜拜吧 走了 再见